昨天立法院的這個國會改革的呼籲案 當然是被要呼籲被火絕掉 其實這是意料中的事 事實上他也符合整個台灣大多數的民意 其實政黨政治 政黨還是對民意負責 政黨不太可能去做一件說對他自己民意有害的事情 事實上從民意調查看起來 台灣的人民還是 贊同國會改革 事實上在這一段期間 我也在反省說 這國會改革事件明明就是一件對的事情 可是在過程當中 好像還是有一些 說卡卡的地方 是不是我們怎麼做可以讓他更好 我們來看看 在過去的這個差不多兩個月當中 我在反省說到底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事實上從1月13號到現在 財清德政府完全沒有找人來跟我們聯絡 那從2月1號新國會成立以後 民進黨也從來沒有來跟我們台灣民眾黨商量說這個法案要怎麼可以互相合作 從來沒有 那我本來以為說 對一個執政的責來講 好不容易贏得的選舉 特別是我們在上任之前還有4個月的準備時間 應當是一上任馬上就要開始 公佈說我們要做什麼做什麼 有很多這種宣誓性的動作 有一個帶來很正面的態度 結果奇怪 從 今年的2月1號到現在 我只看到 對立 所以如果要給這段時間 過去4個月 民進黨的這個評語 就是正事不幹 只有製造對立 製造仇恨 這是我目前給他的評語 那麼 其實台灣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比方說 台電在過去兩年虧了4000億 不管是什麼跳電停電 其實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講反正就是沒有電可以用 我管你是松鼠造成的還是麻雀造成的反正就是沒有電可以用 其實這個應該要趕快去處理 可是我看到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民進黨帶頭在做假新聞 假消息 然後把這個年輕人騙到這個街頭上去 其實在這一次要在 富裕的時候 我就知道 像這一次民進黨要在動員那個清廟活動 就不太容易 為什麼你知道 謊話講第一次可能會有效 但是講多了還是終究會有問題 他當時說什麼花東三法 前坑兩兆法案 那年輕人一聽就很氣憤就上去 但是這樣 你騙他一天 可是幾天以後大家就講說他根本沒有拿出來討論過 所以你第二次要再騙他來就不太容易 同樣的共機共建 在台灣繞來繞去 甚至都已經越過這個海峽中線 其實這種事情是國安問題 應該要比較積極的去處理 所以我看到的是民進黨忙著抹黑人家 不管抹黑抹紅 該正式不幹 每天再抹黑抹紅自己的同胞 那 詐騙你知道 台灣為什麼詐騙很多 因為民進黨就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那你為什麼每天製造那些假消息假新聞 然後在自己同胞裡面找敵人 然後再製造對立 這不對嘛 還有一點 王毅川那個事件 你看看 欸 王毅川人在哪裡 他有沒有出來解釋 他到底是 我們 我們好不容易才把警總 從台灣取消掉 怎麼警總又復辟了 而且 我們還要隨時擔心說自己被監聽 王毅川 我們再呼籲他 請你趕快出來解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同樣的道理 這個 血汗的警消 還有這個 醫護人員缺乏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都曉得 因為缺少護理師 很多病房是被迫關起來 也就是說 其實這國家有一大堆問題要去處理 如果是我們在執政 一定是很認真在工作 哪有時間再去製造 仇恨製造 規律 每天鬧來鬧去的 人家說當家不鬧事 這是我一直無法理解說到底當前民進黨政府在幹什麼 所以最近那個美方有在問我說 請問一下你們台灣民眾黨 再來要做什麼 我說 你問我這一條 不如先問民進黨到底要怎麼治理這個國家 這才是問題 因為畢竟他還是一個執政黨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國會改革是這樣 就問一個題目就好 今天國會改革的項目 哪一條不是你們民進黨當年的主張 不然你講給我聽哪一條 這個 我們台灣政治上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作為這個民意最大支持者 就總統嘛 可是總統有權無責 你只要當上總統 那有權無責 人都你在任命了 你也不用去面對議會 也不用面對這個 也不用面對這個批評 哇哪有那麼爽的事 所以目前我們台灣的政治上就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有權無責 所以我們為什麼希望說 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當然 報告完以後接受政黨的統問統答 我也不會贊成說 要總統跟那個立法委員 萬突萬在那裡交叉辯論 這也不用 這有時候變成作秀 我也同意 可是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報告完以後 依據政黨統問統答 讓一個有全國民意最高代表人 來跟 這個國會做一個 對應 這好啊這怎麼不好 去年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提出這個政見 請不要忘記 賴清德你是同一個 你自己也講 結果也不能說你選前說我也要去國會國情報告 然後選後就不認帳了 那我那一回事 同樣的道理 國會的監督 還有聽證權 我們想想看喔 在這兩年當中 你看看那個高端疫苗 哪有什麼資料封存30年的 今天如果國會有聽證調查權就不會這樣 還有那個 我是說喔那個資本的50萬的 那個超市 怎麼可以去標那個幾億元的那種雞蛋蛋 多奇怪 然後我知道黃國昌已經很會罵人了 他不屌你就是不屌你你想怎樣 這個就擺爛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問大家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只有看到行政權 權力太大 造成的副作用 你有看到立法院 什麼權力太大造成的問題嗎 沒有嘛 所以 本來啦 三權分立 然後權力的分權與制衡 這本來不就是我們 國家的目標嗎 政治的目標嘛 所以建立一個權責相符 然後三權分立 單一國會 然後那個 分權與制衡 然後最後再走向聯合內閣 聯合政府 內閣制 這不是我們國家的目標嗎 所以老實講 這一次的這個國會改革 我怎麼看我就想不通 到底 民進黨在反對什麼 當然在過程當中 看到最好笑就是那個 我還跟黃國昌交代說 如果有那個民進黨 我們還可以接受的法案 我們就投他好了 免得老實說 我們全部都反對 結果我們真的 民眾黨跟國民黨 一起支持民進黨的法案 然後民進黨說他反對 老實講 我看到那一幕真的呆掉 因為他一直反對反對 反對到最後他已經不曉得他在反對什麼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不是啦 政治齁 就是理性務實科學嘛 然後他在外面講說 這個沒有討論沒有民主 我說好啊 來電視辯論 講話以後全部都躲起來 你不是說要討論嗎 討論就來討論 他又不要 他連得到什麼去 到處去辦什麼說明會 所以是這樣啦 其實在 國會改革這一段期間 我要再謝謝我們台灣民眾黨的這些立委 那個晚上要去 進那裡排隊 很辛苦 然後 我也在考慮 遇到這個 立法院比較危險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買一些 黃彈衣 或什麼鋼龜 不然像麥玉珍就被打 我還不知道這個原來 當立法委員還是危險的工作 但是這樣啦 辛苦歸辛苦 不僅在肉體上 還有在精神上 實際上我也要特別講 這黃國昌實在是辛苦了 我最後 我想 其實 其實我最後還是有一次我問他 我說青島東路現在上面都是你的靈堂 你已經被捐台灣仇恨值最高現在怎麼辦 就要跟大家講 從2012年到現在 過去12年當中 真正沒有變成是黃國昌 他今天 他今天主張的東西跟12年前有不一樣嗎 變的是誰 林靜堂 對啊 你們12年前不是講一大堆嗎 我跟你講現在有圖有真相 你知道有影音 一個都逃不掉 我想你們在那個網路上都看過 林佳龍講了什麼 然後那個 李俊毅 鄭麗君 那每個都講了什麼 還有那個 永遠的總召 我的同鄉 柯建民 柯建民 柯建民啊 你們當年都講什麼 所以 過去12年 真正沒有改變的是黃國昌 因為他的主張沒有改變 當然我也不喜歡用那種很 很惡毒的字眼來罵人家 背叛台灣人民的是民進黨 我們當年都支持過你們 其實我跟你講我跟陳兆之女 我們當年都是比較偏綠營的 我們當年怎麼沒有支持你們 你們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民進黨中央黨部牆壁上那七個字 青年勤政愛鄉土 你現在會跟他連在一起嗎 幫他們實現的是我 那 這個 他們又在罵說 我這個是國會扣權 我跟你講 國會有扣權沒扣權我還不知道 我已經看到總統扣權了 那不是要三大委員會嗎 什麼 氣候變遷委員會 這也是什麼全民這個 健康 健康推動委員會 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還有一個什麼 全社會防衛 任性委員會 我先問一個題目 這些委員會到時候是誰負責 賴清德嗎 你不要有權無責 又躲起來 將來的決策是怎麼做 誰要負責 這都是問題 所以你不要先講別人什麼國會扣權 我現在只先看到 總統扣權 唉 所以